台北社信義區私立培諾米達幼兒園 爆出了園長的兒子毛俊生 去年被查出涉及了性侵 還有猥褻6名女童 台北地院審理的時候 他只承認了加重強制猥褻 否認加重強制性交 那法官認定他有串證之餘 裁定這個月16號起再羈押 禁見兩個月 何怡婷定在8月16號要宣判 而至於毛俊生在被查出 他至少對20名的女童下手 被查扣600多部性影像的部分 現在檢方是另案偵查當中